自己也不是很有錢啊 現在還要裁軍裁的很兇 還不是講說我們也這樣 美國也這樣 而且現在連南韓也是這樣 我們在想說南韓有一個死對頭 金正恩大將軍就在他們的對面 這樣子每天文攻武嚇 怎麼還有心情要大裁軍 重新做一個軍力整備呢 繼續問曉禮哥 沒錯 朴槿惠這次他同意的 這個南韓的裁軍方案 其實說真的很大膽 因為他整個最後要裁點 叫11萬兵力 而且他兵力也會裁掉很多 他大概42個是要裁剪成31個是 等於裁掉11個是嘛 對不對 差不多11萬人 另外裝甲屍的部分 對不對 也要從26個裝甲屍 裁到大概16個裝甲履 也就是說他整個裁剪幅度是很大 但是這次韓國的裁軍的這個幅度 我注意到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韓國跟北韓就是南北朝鮮之間 他們其實在路上接壤 所以他們路上的這個問題 其實最大對不對 理論上來說 如果照我們今天中華民國裁軍方案 只要有裁軍來 海軍 空軍 陸軍 按照同比例裁剪 一定是這樣嘛 從金石 金進 金翠 到現在永固都是一樣 但其實是不太對的對不對 你要考量戰略的需求不是嗎 對 韓國人很有尬事喔 裁陸軍 海空軍真喔 哎呦 真的啊 對 因為他要加強火力嘛 對不對 你看 他現在來講 他剛剛我們講到 裁掉這些地面部隊以後 然後他把整個原本的這個前面 他在那個38度線附近 擺了兩個軍團 第一軍團跟第三軍團 他把它合併 變成一個前線指揮部 變成一個前線指揮部 你看他整個指揮的正面喔 從原本大概30幾公里對不對 拉長到60公里 然後指揮的縱深 從70公里你看 加長到120公里 然後結合空軍的火力 衛星的資訊 衛星的征兆 還有那個無人機的征收資訊 以及地面的這些資訊 整合成一個地面管制中心以後 他這邊就跟地面部隊 產生一個聯合的火力發揚 去打什麼呢 專門打北韓的長城炮兵 短程地對地飛彈 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有算過的就是 有算過 也就是說他雖然 以兵力的人數來說縮減 但是他的火力跟協調能力 他把錢投在這些上面 就變成說 他讓他的地面的部隊 雖然說真的一下真的減少 你看 裁掉11個師耶 這很多耶 沒錯 但是相對來說 他去增加他的空軍 還有太空的打擊力 還有增加他的海軍 他的海軍要增艦 三艘神盾艦 這三艘神盾艦能幹嘛 開玩笑 如果到時候開戰的時候 一左右開到這個北韓的外海 就可以用那個巡弋飛彈 去打北韓的內陸 所以人家的這個做法 你可以真的看到 韓國他即便在做軍方 那個國防軍事改革 但是他很符合到 就是現在這個趨勢 另外其實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他在整個 裁軍方案裡面 我們知道 韓國有那種什麼 民心去當部隊 會有那種公關部隊 然後希望這種東西 他們說決定以後 盡量減少 就是讓每一個人 都充分的投入前線作戰 所以看起來人家的真的是 企圖心還沒